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张化市专摇礼日前传出一名礼民上吊身亡,原定要在今,17日下午2时举办送肉粽的科宜,家属却在今天下午临时取消仪式,决定择其再办。 有位网友16日晚间在脸书社团张化人关心张化市发文表示,张化市专摇礼环河街于17日下午2点会有送肉粽一事,专摇礼里长吴孟聪证实此事,表示有名64岁男子因酒病验事,选择在电线杆上吊,一般都是会踩珠椅子或什么东西,垫脚上吊,但死者是将绳子绑在电线杆, 接住就往旁边的水沟一跳,很快就过世了,而且面容安详,连舌头都没吐出来,很不一般,家属未避免恐慌,才决定举办送肉粽,并会将上吊的绳索净化后在送往海边破话。 不过消息传出后,让不少民众惊呼怎么会是在白天送肉粽呢? 根据ED Today新闻云报道,今日下午在举行送肉粽课以前,家属见到现场来了许多媒体,临时决定择日再版,也请法师先离开,至于却切送肉粽时间尚未决定。